好天气很热大家要防晒 但车子呢也要加装一下隔热纸 抵挡一下这个阳光的曝晒 不过有车主发现说 为什么装了一些隔热纸之后呢 车上的GPS就不太运作了 不是这个没有运作呢 就是讯号很微弱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某一些隔热纸的金属成分太高了 会产生反射的效果 阻挡了GPS接受讯号 夏天到了不少车主 在前挡风玻璃加装隔热纸 问题是好好的GPS突然就失灵了 搜寻不到讯号啊 完全搜寻不到讯号 那时候做隔热纸的时候 厂上有提醒你 嗯没有 勃勃一片隔热纸 真的有可能影响GPS吗 首先来测试A车 前挡风玻璃有贴隔热纸 GPS才设定不到一秒钟 立刻搜寻到方向 我们现在换这台车 前挡风玻璃的隔热纸 是属于有金属成分的 用GPS来测试 果然萤幕完全是定住不动的 照理说是应该可以搜寻得到附近的路 好不容易稍微定位 GPS又突然停住 像中风一样 再重新试一次 明明车子在动 GPS就是不听话 像定格一样 完全也不动 也搜寻不到方向 讯号很微弱 包括使用手机的GPS 反复来测试 在有隔热纸的车内 使用讯号非常不稳 但是一拿出车外 讯号立刻变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属加的越多的话呢 GPS接受效果就越差 所以一定要避免要金属成分 原来问题就出在隔热纸的材质 其中热感应粘贴胶层 如果金属成分越多 会产生反射效果 抵挡GPS接受卫星讯号 形同虚设 有些隔热纸的红外线处理 也会影响ETC运作 但是一般车主会忽略这个讯息 市场上通常没有金属 或是红外线成分的隔热纸 店家都会标注功能 价格比较贵 大约18000到9000元 但是如果含有金属成分 或是红外线处理的隔热纸 价格便宜大约9000上下 不过店家反而不会提醒车主 模糊带过 提醒夏天准备装隔热纸的车主 最好和业者确认隔热纸的成分 否则花钱挡了阳光 也挡了GPS的功能 中天新闻流量和任一方台北报道 中天看 阳光 清 出西冰